当王子遇到灰姑娘 一颗青春的芽便在心中萌动 它让这芽肆意地生长 长成一颗长春藤 将两人缠绕一生 这颗芽叫爱 长出的藤叫琴 藤上开出的花叫美好 结出的果叫美好 这叫幸福 这笑容迷人的平民女孩 是文雅丽 俊朗少年叫丹麦王子 约阿基姆 他们一个来自中国香港 一个来自丹麦 童话世界里 能够嫁给王子的女孩 似乎都不需要什么智慧和拼搏 只需要一颗善良的心灵 和一张美丽的面孔 但是文雅丽能获得丹麦王子的爱慕 凭借的绝对不是美丽的皮囊 而是智慧与努力 她就是欧洲王室史上 第一位亚裔王妃 文雅丽 文雅丽1964年 出生在香港一个中产家庭 一家子全是混血 父亲是中英混血 母亲是波兰奥地利混血 到她这儿 反正就是四分之一中国血统吧 从小在香港长大的她 会说地道的粤语 有着温棕色的瞳孔 虽然是个混血 身上却有一股 中国古典美女的气质 文雅丽是个个性独立 勤奋上进的姑娘 在香港读完中学后 她申请了奥地利的大学 后来又在伦敦和东京游学 聪明的她颇有语言天赋 光是上学期间 掌握的语言就有 英语 德语 法语 日语 粤语 后来出色的语言天赋 帮她躺平了婚姻之路 当然这都是后话 毕业后 她先是进入了花旗银行 做证券经纪人 几年后又进入了 GT管理公司工作 1995年 31岁的她 已经是一名行政副总裁 妥妥的女精英 那一年 丹麦王子约阿基姆26岁 是欧洲贵族圈 出了名的小鲜肉 用李云龙的话说 就是十里八乡 出了名的郡后生 当时年轻气盛的 约阿基姆王子被女王 派到了一家传舞公司实习 因公务来到香港 再一次派对上 王子和文雅丽相识了 金凤玉露一相逢 盛却人间无数 文雅丽的优雅谈吐 和优美物资 让年轻的王子为之清新 就像童话里的王子 遇见灰姑娘 他们迅速相知 相恋 在相处了短短五个月后 约阿基姆在菲律宾度假时 掏出了一枚镶嵌着钻石 和红宝石的戒指 跪地向文雅丽求婚 消息传出 整个香港都沸腾了 要知道 这个男人虽然不是王储 却也被女王寄予了厚望 如今喜欢上了一个 比自己大五岁 而且出身平民的亚洲女性 这对王室而言 无疑是一个爆炸性新闻 好在丹麦女王思想开明 让友情人终成眷属 1995年底 约阿基姆与文雅丽 在丹麦王宫 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丹麦是一个 生产童话的浪漫国家 所有人都把文雅丽 看作了现实版的灰姑娘 可文雅丽说 我从来不是什么灰姑娘 新婚燕儿 夫妇二人正是 浓情蜜意之时 文雅丽却并没有一味 沉浸在儿女情长之中 她明白自己 不仅是王子的妻子 更是王室的一员 必须迅速承担起 自己的责任 仅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文雅丽就熟练掌握了 复杂的丹麦语 并投入到慈善活动中 那时的她不仅是 丹麦王室的亲善大使 也是21个机构的赞助人 还担任了丹麦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主席 她落落大方 平易近人 被丹麦人民亲切地称为 北欧戴安娜 家庭方面 她与丈夫育有两个可爱的儿子 一家四口 献傻旁人 谈到学习丹麦语时 她说 学丹麦语是我自己决定的 我觉得如果在丹麦 很多重要场合 需要感谢别人 或者发表演讲时 说英语实在是太不礼貌了 丹麦是我的家 我只说丹麦语 文雅丽的努力 不仅让丹麦人民感到被尊重 也让婆婆丹麦女王赞赏有加 要知道 丹麦女王已开始同意这双婚事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儿子的坚持 但是文雅丽 嫁入王室之后的种种表现 让她刮目相看 女王开始对这个 来自亚洲的儿媳宠爱有加 甚至告诉自己的长子王楚 要学习一下弟弟挑选妻子的眼光 故事发展到这里 本来应该是王子和灰姑娘 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样的欢乐结局 可是文雅丽偏偏遭遇了不幸 丈夫的不忠 约阿基姆王子毕竟年轻 又一向风流倜傥 即使结婚了 也依然不愿意舍弃 单身时的生活方式 当文雅丽为了王氏的公务活动 忙得自顾不暇的时候 王子沉醉在一个夜店女子的温柔乡里 那段时间 约阿基姆时常出现在报纸的娱乐版面 榴莲球场 酒吧 在宴会上 公然和其他女人暧昧 传绯闻 其实当初在结婚时 文雅丽就说过 如果有一天 我们的婚姻出现了无可满回的危机 我们一定会分手 与其同床异梦 不如一刀两断 各自开始新的生活 他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2005年 文雅丽和约阿基姆正式离婚 离婚时 丹麦民调显示 有95%的人 都认为离婚的责任不在他 甚至连丹麦女王 都心疼这个钱儿媳 为了保证她的贵族身份 不被以后的婚姻影响 女王册封她为 斐特列宝女伯爵 不过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 即便离婚 文雅丽依然优雅 她不仅承诺 小儿子成年后 便不再临去补贴 还在媒体面前 维护了前夫的形象 我的丈夫非常迷人 性格温和真诚 就算离婚了 我们也还是彼此很重要的朋友 但是当问题来临时 并不是每一对夫妻 都还要继续勉强做夫妻 很多人都以为 文雅丽是在公众面前 强装镇定 没想到 她的潇洒与优雅 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 离婚后的她 没有陷入悲伤 一蹶不振 最初 她是怎样毅然决然 追随王子来到这里的 离婚后 也是怎样毫不犹豫地离去的 她全身心地投入到 王室事务和慈善事业当中 很快便再次收获爱情 一个比她小15岁的摄影师 走进了她的生活 马丁·约根森 约根森 先前在为文雅丽一家 拍摄生活照时 与她结识 约雅丽离婚后 常随行记录 其活动的约根森 与她很快就撞出了火花 约根森算是个暖男 对文雅丽体贴入微 不久 两人大方公开了情侣关系 2007年元旦 约根森向文雅丽正式求婚 她选在一个非常浪漫的场合 单膝跪地 双手奉上硕大的钻戒说 你是我心中永远的公主 文雅丽感动得热泪盈眶 15岁的年龄差 第二段婚姻 不过世俗的非议 与亲朋好友的劝阻 她抛弃皇室待遇 义无反顾地投入约根森的怀抱 不少网友戏称 这是文雅丽娶了位小奶狗 两人的婚礼很私人 没有在线当年的辉煌 他们只邀请了双方的直系亲友 和少数朋友参加 拒绝任何媒体现场记录 据说文雅丽前夫 还特地到场祝贺 婚后 他们一家人经常外出度假 参加活动 看上去非常恩爱 约根森对文雅丽的两个儿子 也照顾得十分周到 经常送他们上学 与其说这段婚姻备受瞩目 不如说所有丹麦人民 都为文雅丽能再次找到幸福 而倍感欣慰 可就在2015年 文雅丽突然向约根森提出了离婚 他说我们价值观不一样 在一起已经不说话了 我认为这不是我追求的人生和爱情 我宁愿单身 当时文雅丽已经51岁 但转身依旧潇洒 从一国王妃到摄影师妻子 身份的转变并没有让她褪去光环 她用独立和自信诠释着精彩人生 结婚也好 离婚也罢 人生的这艘船 她把舵牢牢握在自己手上 第二次离婚后 她依然没有安稳享受王氏补贴 轻装上阵的她 选择了独自向前走 2015年她先到美国凯利商学院学习 随后到一家制药公司成为了董事会成员 兜兜转转20年后 她又活成了遇见王子前的女强人状态 在忙于事业的同时 她也没有缺席孩子们成长的重要时刻 因为丹麦女王的喜爱 丹麦王室允许她随时探望两个小王子 平时的王室聚会也会叫上她 两个小王子的成人礼 毕业典礼 生日等重要场合上 文雅丽经常会陪伴在小王子身边 更难得的是 因为自己强大的人格魅力 她与约阿基姆的第二任妻子 玛丽王妃也相处融洽 不少场合都能共同出席 岁月从不败美人 今年文雅丽已经56岁 但在她身上依然可以感受到 那份优雅的美丽与精致 2019年 在国内综艺不止于她中 她大方分享了自己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主持人问她 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事 有后悔过吗 她回答说 我做过很多大大小小后悔的事情 但自己是人生的主宰 做决定时 无需征得他人的同意 犯错了也是快乐的 原来 这个内心强大的女强人也后悔过 但她能坦然接受选择的后果 如今的她像普通妈妈一样 喜欢做饭 在节目中 她表示自己 甚至还用着一个祖传的电饭包 这个电饭包是上世纪70年代 她父亲买的 她依然用着 在她的旧时光回忆里 能记住的也大部分 是像电饭包一样美好而有趣的片段 她经常带孩子回香港 她说 因为那里是我的故土 我还记得小时候 跟邻居在街道上踢足球 在大街上玩 周末还会跟父亲一起在小岛上散步 与她聊天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一份岁月静好 丝毫看不出 婚姻失败会给她带来任何伤害 想起她曾经说过的 不是所有的童话故事都必须快乐 但没关系 生活在继续 不少人称当初 文雅丽是丹麦丹安娜 但在爱情与婚姻中 这份横骨难题面前 文雅丽始终坚持 何则剧 不何则去 无论是金钱权势 还是外界舆论 都不能阻止她 追随自己真正意志 也许 正因如此果敢 她比丹安娜幸运得多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个女人的后半生 都透露出豁大 潇洒的气韵来 如此才能收获到了 与常人不同的幸福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